台北当代艺术馆的历史当代展览 因为疫情停管无法展出 不过现在民众不必排队或出门 就可以在线上随心所欲观展 游走展场每一个角落发现惊奇 实体展览扩延到云端的空间 让观众可以透过电脑、手机、平板等装置 进行360度的全景观看 很像清零现场一般的可以观赏到作品 也可以点阅作品的详细资料 随着疫情时代 当代艺术馆不断推出线上活动 陪伴大家度过疫情苦闷的日子 新一期播客就准备邀请大咖来谈艺术 让观众听见最新的艺文内容 我们会讨论新形态的公共艺术 邀请到150米的人生可能 作品的这个创作者崔光宇 还有导演李鼎 透过影像讨论现存社会正义的课题 第四集会邀请艺术家庄志伟 和创作歌手舒米恩 分别从视觉艺术跟流行音乐创作的一个角度 来讨论计划型的公共艺术 结合社会议题实践的一个可能 因为疫情的关系 台北当代艺术馆更频繁 而更多元的使用各种线上的服务 那我们希望这些线上的服务跟操作 可以开发新的观众 然后吸引新的观众 那留下他们对当代馆的关注 文化的力量或许可以为大家带来心灵慰藉 对强健心灵状态有所帮助 新北市平邻茶叶博物馆将茶的知识 变成精彩逗趣的灯画影片 让亲子轻松看 贴心的学习单设计 帮助孩子宅家期间学习不中断 还有线上环境展览 创意茶料理多元体验 不定时还能参加线上活动 获得茶好理 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很适合 在家里看动画长知识 那可以从里面学习到 茶树的种类 种植 制茶的工艺 茶席的美学等等 那除此之外呢 相信疫情期间很多朋友呢 都在家里自己煮食 那可能已经煮到不知道要煮什么了 所以我们也在前阵子 特别推出了茶食之神的线上烹饪学院 那用一种比较轻松幽默的方式 为大家介绍各种简单的枯手茶料理 那此外我们也会定期举办一些线上的互动活动 像是我们准备了非常多的茶的好礼要送给大家 包含茶主题的诗集绘本工具书等等 还有我们平民当地有严选的 这个优质的茶叶跟茶食 从去年疫情爆发 新形态的文化传播模式 就成为艺文场馆和艺术重业人员 努力的方向 希望多元的数位服务 能提供大众在疫情时代 仍能接触艺术洗涤心灵 记者问一句双倍报道